泰國外交部發言人塔尼在記者會上表示 中共外交部長王毅口頭通知泰國外長敦巴木威來 習近平將參加11月18日至19日 在泰國曼谷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 泰國外交部發言人塔尼表示 美國總統拜登是否出席峰會尚未最終決定 法官早前通知泰國駐華盛頓大使館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將代表拜登出席APEC峰會 拜登預計將參加11月15日至16日舉行的巴里島G20峰會 泰國外交部表示 正盡一切努力說服所有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前來參加會議 中共二十大預計10月照開 如果上述消息屬實 正謀求第三屆連任的習近平 11月再次出訪引發關注 稍早前習近平在二十大之前出訪中亞 參加上合組織峰會也引起輿論熱議